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在南海 经过了中方持续高强度的反制打压 菲律宾这个出头鸟已经彻底没了脾气 然而 我们在南海的危机警报却依然没有解除 而这个最大的危险源不是背后拱火的美国 而是南海域内国家越南 7月8日 越南公布占据的南沙西郊情况 越南正在进行填海造岛 其所谓南海水产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已经把西郊打造成了支援越南渔船 在南海前线的重要后勤保障基地 目的就是要让此地区成为可以生活的状态 达到实际侵占的目的 而按照越南的说法 通过填海造地 西郊现在可容纳多达200艘越南渔船 并为越南渔民提供各种补给和服务 这里所说的渔民也绝非善类 他们就是为越南政府服务的武装渔民 近年来 越南从俄罗斯引进 按机反舰导弹技术 研发出了略海型反舰导弹 这款导弹可以在多个平台发射 甚至完全可以装备在武装渔船上 西郊位于南沙隐庆群郊西部顾名 为一环郊 东北至西南长约8公里 宽约2.5公里 环郊上有数个分立的郊头 郊湖水深11到18米 湖中有许多暗沙 南侧有较大的郊门水深 几百吨级的船只可以进出 是一个天然渔业两岗 西郊的东南郊坪上 有一白色天然沙洲 东北至西南长约460米 宽约24米 海拔0.7米 越南侵占西郊后 在该沙洲上建设了一个院落式据点 越方称为A点 2007年4月 该公司开始在西郊的A点 非法施工建设码头 货厂和海产加工设施 扩建西郊渔业物流服务中心 使越南渔民在南沙海域捕获的海产品 可以就地进行初步加工和交易 并提供淡水 食物 燃料的补给 渔船修理 以及避风修整 救援和医疗服务 2013年 越南再次开始在西郊A点 非法挖港驻岛 开挖郊宝内侧郊原 修筑人工港 用挖出的珊瑚沙在东南郊平 苑宝和三座郊宝以东填海建设大型人工岛 最终 陆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以上 东海水产开发服务有限公司的西郊渔业物流服务中心 至此已经出具规模 号称越南渔民的海上之家 新建的人工渔港 成为越南的南沙渔业基地 可停泊200艘小型渔船 人工岛上建有小型修船厂 可以维修渔船和小型舰艇 2019年6月 西郊渔业物流服务中心在大扩建之后 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 升级的发电站为岛上割工厂提供了充足的电力 修船厂可以将渔船拖上陆地维护修理 机械车间拥有多台焊接车销钻孔洗销设备 淡水库容器5400立方米 海水淡化厂日产淡水50吨 制冰厂能为渔船供应每块100公斤的保鲜冰块 渔业门师部的冷库 用来储存向渔民收购来的海鲜 还有宿舍供渔民避风修整时上岸居住 该服务中心还拥有10艘补给运输船 经常前往其他南沙越战岛礁为渔民服务 这些船基本是由进口的二手大型渔船改装而成 其中西郊04号是油水补给船 在这里修船服务是免费的 淡水也是免费供应 柴油则为平价供应 食物也是平价出售的 此外服务中心在岛上设有检疫诊所 免费提供常见的药品 这一切福利都来源于越南政府的拨款补贴 以前越南渔船每次出海去南沙捕捞 由于燃料淡水食物的限制 只能持续25至30天 服务中心建成后 越南渔船得以就近获得补给销售渔货 越南渔船每减少一次往返本土 大约可以节约5000升柴油 依托南沙群岛附地的这个渔港 越南渔船每个航次的效率大大提高 连续出海时间延长到3至4个月 近年来历史上没有远海作业传统的越南渔船 在我南沙海域极其活跃 与越南政府重视对其南沙渔业的扶持 有着莫大关系 根据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越南已经在南海非法造岛10个 面积达280公顷土地 从卫星图来看 目前在被越南非法侵占的百礁等岛礁上 机场港口一应俱全 越南军队甚至还部署了导弹和雷达系统 构筑了海空防御体系 越南在南海大约20个岛礁进行的扩建工程 总面积达到了3.5平方公里 2022年起 越南采用了新的填海造岛方法 通过挖掘海床和抽杀 不仅加快了工程速度 还降低了成本 越南在2024年上半年 就在南海10个岛礁上建造了280公顷的土地 而在最近两年半的时间里 越南已经扩大了岛礁面积达581公顷 越南将巴克加拿大礁打造成其在南海的最大前哨基地 仅在过去6个月内 该岛礁的面积就实现了翻倍 从238英亩激增至412英亩 长度达到了4318米 越南已经开始在该岛礁建设机场跑道 越南在扩大岛礁面积方面采取了更为积极的策略 以避免陷入菲律宾所面临的不利地位 通过扩大岛礁面积 越南能够在第一线部署更多的军舰 海警船和武装渔船 增强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在南沙群岛再建造一条飞机跑道 可以让越南军方向南沙群岛快速部署兵力与装备 同时让越南空军可以在该地区进行海上空中巡逻 报告发布以后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所谓西菲律宾海发言人已经做出表态 越南在南沙群岛扩大前哨基地的活动 不会对菲律宾构成海上威胁 可见两国存在勾结 越南还有很强的军事实力 更是与俄罗斯等国合作开采南海石油资源 越南在2022年前10月 PVN原油产量达903万吨 收益782万亿月吨 大约折合700多亿美元 已经成为越南最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卫星照片发现 越南正在多个岛礁建造海空防御系统 建设有情报信号塔 混凝土防御工事 行政机构海防设施 以及部署俄制反舰导弹和雷达系统等 越南还准备订购俄印联合研发 暗基布拉莫斯反舰导弹 形成高空掠海飞行 高音速和亚音速相结合 暗基反舰导弹作战体系 越南已经建立四个暗基反舰导弹铝 第679暗基反舰导弹铝装备苏联4K51型反舰导弹 第680暗基反舰导弹铝装备SSN3超音速反舰导弹 第681暗基反舰导弹铝 则装备有俄罗斯最新型堡垒P重型超音速远程反舰导弹 堪称全球最为先进的暗基反舰导弹系统之一 越南还有远超过菲律宾的空中力量 装备有苏30战机 可以利用岛礁机场在远海进行作战行动 而最近越南开始研发和引进各种所谓反航母导弹 引进韩国、以色列和俄罗斯 持续升级掠海型反舰导弹 越南非常重视空前快海空体系 以重型战机、暗基反舰导弹、导弹艇和潜艇 构成空前快战略体系 但是在南沙方向 永蜀岛、美济岛和主壁岛 已经构成我方南沙群岛立体防御铁三角 美国在这一方向与我们发生过几次暗战 最激烈的就是2016年 现在美军势力基本已经退出这一区域 南海造岛实际上改变了南沙群岛的力量对比 我们只要想就可以直接封锁越南以及菲律宾岛礁 一旦控制岛礁成本越来越高 越南与菲律宾无法承受 也只能自动退出 只是现在主要目标还不在这一方向 毕竟现在的主要矛头是菲律宾 绝不允许菲律宾当局在美国鼓动下 在南海挑逝 要从军事、经济、政治上全面围困菲律宾 越南再怎么搞 暂时也威胁不到中国安全 而菲律宾和背后的美国则不同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